7月28日下午 香港元朗的街头 以视频里的街道做参照物 这位老太太应该是先劝阻示威者 未果 接着又批评防暴警察 但看上去应该也没有什么效果 这位香港老太太 生思历劫的嚎啕 相信让很多人都会感到心痛 有所思有所悟 在香港混乱的大背景之下 在各方的力量不断的决力 希望获得媒体关注和舆论支持的大背景之下 这位被聚焦的老太太 似乎又有了新的不能承受之重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7月29日星期一 这里是银爵之光 我是自媒体人岳哥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高清的照片的场景 就发生在7月28日下午 5点45分左右的元朗的街头 画面的内容很清晰 那就是除了防暴警察之外 还有这位香港元朗的老太太 她拄着拐杖 穿着黑色的鞋 深蓝色的裤子 浅蓝色的上衣 背着一个胯包 似乎还带着助听的系统 她的年龄应该是65岁往上走 她怒目袁睁 嘴里似乎还在说着什么 画面传递的信息应该也是很明确的 那就是这位香港的老太太在呛声防暴警察 以下就是相关视频 这则视频在7月28日下午晚些时候 就被香港的民主派以及反送中的人士贴上了社交平台 并被广泛的传播 相信这位老太太在很多人看来就成为了支持反送中条例的香港市民 当然在这则视频之后 你又会看到另外一则视频 为解读这位老太太的姿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而在7月28日下午到晚间 很快社交平台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视频 那就是显示这位老太太 其实也在劝示威者赶快离开 传递的信息应该说也并不含糊 那就是这位远港的老太太并不支持示威者 以下就是相关视频 不含糊 不含糊 这位老太太的全情投入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位香港元朗老太太的全情投入 让所有新系香港前途和命运的人 都对这位老太太的态度和观点 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很多人就说 她毫无疑问是支持香港警察 支持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的 不同的观点 那就是这位老太太毫无疑问 是支持香港民主派支持反送中 这位老太太到底是支持哪一方的呢 不同视角的视频应该说提供了不同的解读方式 在这里呢 我就不做更多的联想了 我联系到了 7月28日下午在元朗街头采访的香港记者 她刚好也目睹了这一场景的一部分 她的名字叫做左立峰 左立峰女士非常简短的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问左立峰 根据你的观察 这位元朗的老太太到底是支持香港的警察 还是支持香港元朗的示威者呢 左立峰是这样回答的 当我看到这位老太太的时候 她正在对防暴警察咆哮 告诉他们不要暴力相向 当然左立峰女士也强调 她看到了关于老太太 让示威者离开的视频 但是她本人并没有亲历这个场景 左立峰女士还特别告诉我 法新社正围绕着香港这位元朗老太太的言行 做事实的审核 那么我的理解就是 左立峰女士应该是写了文章给到了法新社 那么在法新社这边很快就要出街的报道之中 是不是还有别的观点 别的视角能够佐证这位老太太的观点 或者说是立场 我们拭目以待 左立峰女士就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是一位香港的自由撰稿人 关于香港元朗这位老太太的争论 应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在我看来 当然也在很多朋友看来 应该还有更大的一种可能 就是这位老太太 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政治的观点 一如往年她做的最多 或者最想做的事情 也许就只是寒一弄孙 就是背这个小胯包 撑这个拐杖 在元朗的街头走来走去享受她晚年的时光 而如今喧嚣不期而至 法新社以及西方的各种媒体将会采访到她 将会对事实进行各种各样的核对 她也许不生其烦 而北京也需要她 北京正希望唤醒沉默的大多数的香港人站出来 支持香港警察 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 那么这位老太太的眼泪 也许就是最好的催化剂 同样的香港的反送中的人群 香港的民主派们 也希望这位老太太来站台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位老太太的白发 就是香港人忧伤和苦痛的写照 在舆论场上 伯利的每一方都深深地知道 这位老太太的分量之所在 她是一位母亲 也可能是一位奶奶 同时她又是香港的女儿 如果这位老太太 在香港住得足够久 如果她对香港爱得足够的深沉 那么她就有相对应的 足够的号召力和感染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